刚刚划过一道闪电 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啦 大家好 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又独奶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12月15日 NBA的季前赛来到第四个比赛日 冬契奇和字母哥展开二番战 在独行侠让了一个波神的情况下 熊路虽然在上半场牢牢地占据着主动权 却在下半场惨遭逆转 最终以16分的分差输掉了比赛 遭到了达拉斯人的季前赛双杀 熊路在这个球赛期 为了留下字母哥开始不惜成本地围绕他打造夺冠阵容 以1.3亿美元迎来了大闸霍勒迪的加盟 但是眼下的战绩对于熊路来说并不理想 而霍勒迪是不是熊路夺冠的最终密码 也决定着字母哥的去留 就像胡人教练沃格尔所说的 季前赛是最接近NBA常规赛强度的比赛 上个赛季的常规赛 独行侠险胜熊路 终结了对方的18连胜 让字母哥的48加14的超神数据沦为空坎 两者在实力上可谓是旗鼓相当 球哥始终认为 实战是检验球队的唯一标准 双方在经历了休赛期的补强之后 在季前赛相遇 只有真刀真枪的干一场才能检验自己心猿的成色 第一场比赛 鲍威尔和波神高挂扁战牌 熊路全员起整 独行侠在时间管理上颇有心得 有15人的上场时间在10到16分钟左右 而熊路显然急于磨合霍勒迪和首发阵容 在季前赛里给了首发20分钟以上的上场时间 但是双方明显还在试探的阶段 比赛点到为止 冬季骑手感冰凉 但是独行侠的替补阵容三分火力凶猛 最终以112比102先胜一场 二半战 双方都没有锻炼新人和磨合阵容的感觉 双方在前三节打出了常规赛应有的强度 针对性都非常高 是季前赛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一场比赛 而比赛中 双方引员的效果有了明显的对比 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独行侠无疑是欢喜的一家 虽然东气棋没有波神的帮助遭遇了熊路针对性的防守 但是理查德森的出色表现 帮助东气棋分担进攻的压力 让熊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理查德森上个赛记载76人的表现并不如意 他场均只有4.7次挡拆 这已经是全队最高了 在76人糟糕的外线进攻环境下 理查德森每场比赛都要完成多次强行终结 这无疑超出他能力范围 所以效率平平 三分命中率只有34.1% 好在76人休赛期表现出了对射手的强烈追求 将自家的外线核心换来了赛斯库里 什么 不会真的有人认为西蒙斯是外线球员吧 当来到东气棋身边之后 理查德森重新回到3D副攻守的位置上 他的能力也得到完全解放 全场比赛十投七中 包括六中五的三分球 贡献23分七篮板两助攻 而他在场上的表现更加亮眼 既能完成持球进攻 无球能力也相当出色 防守端的表现也很积极 可以说适合球队无缝衔接 他也许是东气棋进入NBA以来最契合的后场搭档 再加上哈达威和东气棋的表现依旧稳定 他们三人组成的后场组合在新赛季充满着惊喜 而考利斯坦也在比赛中展现出三分的新能力 只要等到波神的满血复活 独行侠在接下来的一年 甚至很久的日子里都充满着希望和无限可能 未来可期 反观熊路这边多少有些抽人了 霍勒迪是作为强化版的布莱德索 加入球队的 从个人能力上来说 霍勒迪的体型和防守功底 都比布莱德索要好得多 能防守联盟中绝大部分的外线球员 能够为字母哥创造防守反击的机会 这是他最重要的战术价值 今天的比赛 他领防东气棋的效果十分明显 包夹时机的选择也恰到好处 但是在进攻短 霍勒迪和布莱德索有一点像 他们都是以挡拆突破为主 但是因为更大的体型 霍勒迪不会受到针对 也许是因为醍醐时期搭档的 都是龙多鲍尔这样的传统组织后卫 霍勒迪在挡拆选择上出手的意愿 要高于出球 他的能力还无法担任全职的指挥官 但是霍勒迪的投篮也比布莱德索要好得多 这也意味着 只要他愿意改变 他能成为一个靠谱的空间点或者挡拆手 相比上赛季布莱德索和字母哥挡拆 两人一起冲击篮下的尴尬场面 熊路的战术选择理应要丰富得多 但是熊路全场比赛下来 霍勒迪虽然送出了六次助攻 在熊路的打法和定位和布莱德索没有太大的区别 字母哥休息的时候担任空球手 进攻组织一把抓 字母哥重新回到场上的时候 霍勒迪则负责给字母哥传球 然后完成无球进攻的任务 熊路花了大价钱在球员阵容上得到突破 但是在战术体系上没有革新 让球哥很难理解 熊路在新赛季的结果 只有可能是换个人再输一次 字母哥显然不会容忍这样的结局 如果熊路不去改变现在这样的情况 那么字母哥的续约问题 也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最后来说一说字母哥自己 本场比赛依旧勇猛 24分14篮板4主攻 字母哥蛮牛冲击式的冲击 依旧难以防守 而且在护框和篮板上依然急剧威胁 此意 他只上场24分钟 就拿下三次盖帽和14个篮板 依旧保持着上赛季MVP级别的水准 前两年季后赛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 字母哥在遭到针对性防守后 希腊神兽会失去光环 这个时候需要让后背去处理进攻 自己改打无球 可能在这个短暂的休赛期 要求球员有技术上的明显提升 有些强人所难 那投篮崩溃式的下滑就有些不能原谅了 远投作为字母哥的命门 两场比赛可以看出 他有意识地去尝试远投 但是效果糟糕 此意三分四中一 罚球是可怜的七中一 不知道是改变了投篮动作的一些细节 还是没有形成肌肉记忆 还是在休赛期中疏忽了投篮训练 导致动作的生疏 总之 对于字母哥来说 技术上能够提升的空间依旧无限大 投篮水平能否改善 不仅决定着熊鹿在季后赛能走多远 也决定着字母哥能否达到三连MVP的伟大成就 其实 无论字母哥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 但是他的数据总是不会差 在场上的存在感也非常强烈 球队的战绩也稳定在联盟前列 这些都是他拿下MVP最重要的仪仗 曾经巅峰时期的詹姆斯 也是因为球迷审美疲劳 让封城玫瑰的横空出世更多人眼球 最终 遗憾地与三连MVP 势之交臂 而相比于詹姆斯 字母哥在比赛风格和技术提升方向上 显然有单调的多 再加上NBA汹涌而来的后来者 字母哥蝉联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球队核心缺点明显 阵容需要进一步的补强和磨合 战术上需要革新和改变思路 虽然有字母哥的兜底 熊鹿的战绩可能不会太差 但是整支球队的未来 充满着未知和迷茫 字母哥到底愿意等多久呢 另一场焦点比赛 提湖迎战去年亚军热火 最终以114比92 毫无悬念地拿下胜利 热火这边主将巴特勒修战 上赛季后赛的漫长征途 让他们选择在季前赛休养升息 不过西罗表现依旧出彩 得到17分五篮板六助攻 不知道是不是老尖巨华的来历 在为后面的交易进行铺垫 而减重后的西安 更轻盈也更具威胁 他全场出战33分钟 18中8 高效哄下26分 10篮板两助攻 而英格拉姆也没有辜负 大合同的价值 32分钟里 13中7 哄下22分 6篮板 6助攻 双子星的威力已经出局规模 鲍尔和哈特也有稳定发挥 最让提湖惊喜的 同样是隐员亚当斯 他在19分钟里抓下8个篮板 其中包括5个前场篮板 对于现在这只蹄虎而言 也许并不需要亮眼的突破 只需要按部就班的 让队内的年轻人稳定成长 就已经拥有未来